那么业务组合分析的第二个工具呢 就是我们讲的通用矩阵 前面不说了吗 波士顿矩阵有个问题 啥问题 就是比较简单 两个维度 每个维度两个特征 就分为四个业务 那我们现实当中 可能有些业务不是那么精准的 就属于这四个业务当中 于是通用矩阵 通用公司 把这个分析工具呢 进行了一些优化 好我们看一下 说通用矩阵 它又称为行业吸引力矩阵 是美国通用电器公司 设计的一种业务组合分析方法 那么基本原理我们看一下 首先通用矩阵 它跟波士顿矩阵 它有相同的原理 只不过呢 它对波士顿矩阵进行了改进 怎么改进 这两个坐标轴上 增加了一个中间等级 也就是说 市场吸引力不只是高低 我们的竞争地位 也不只是高低 它是高中低 市场吸引力分高中低 横走 相对市场占有率 我们说的竞争地位 也分高中低 那这样一来你想想 两个高中低 那么组合出来 那至少就有九种业务 对不对 好了 这是在两个坐标中 增加了中间等级 第二 纵轴用多个指标反映 产业吸引力 产业吸引力 它就用多个指标来反映 而不像我们说 这个波士顿矩阵一样 就用一个指标 就是市场增长率 而这是纵轴 而这个横轴呢 也用多个指标来反映 竞争地位 在我们波士顿矩阵当中 竞争地位 就只用一个指标 相对市场增有率 而我们这里用的是多个指标 那么 通用举证当中讲的 产业吸引力的多个指标 和我们竞争地位的多个指标 都有些什么指标呢 好了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了 刚才我们讲到 竞争地位分了什么 强中弱 产业吸引力呢 分了高中低 是吧 你看 竞争地位强中弱 产业吸引力高中低 这样一来 不就组合出来了 九个类型的业务吗 我们这里有九个区域 是吧 你比如说 这个区域的业务属于什么 属于产业吸引力高 竞争地位强 好了 比如说这个业务呢 就属于产业吸引力中 竞争地位比较弱 对不对 那这个业务呢 那就属于产业吸引力中 竞争地位也属于中间 好了 我们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圈 那么这些圈表示的是单位的这个业务 然后圈大圈小呢 反映的是一个规模 好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前面说它有多个指标 有哪些指标 你看啊 产业吸引力 和竞争地位的指 决定着某项业务在举程上的位置 我们这个指指的是什么 这个指就指的是高中低 强中弱 对不对 高中低强中弱的这个两两任意搭配 形成的业务 就是在举程当中的位置 第一 影响产业吸引力的因素有哪些 那就产业增长率 市场价格 市场规模 获利能力 市场结构 竞争结构 技术和社会政治因素 等等等等 而我们知道 波士顿纪律是什么 波士顿纪律就这个东西 产业增长率 对不对 市场增长率 第二个呢 影响经营业务竞争 低位的因素有哪些呢 是吧 竞争低位因素有哪些 就有相对市场占有率 你看到没有 我们波士顿纪律呢 就只是相对市场占有率 而市场增长率 是吧 买房增长率 产品差别化 生产技术 生产能力 管理水平等等 这都影响竞争地位啊 但是波士顿纪律 只是考虑了市场占有率 相对市场占有率 好 我们刚才讲到 里面图当中不是有很多圈吗 这圈表示的是什么 某一种业务呀 所以说这个圈的面积的大小 圈的面积大小 反映什么 与产业规模成正比 好 那么这个三型部分的面积呢 圈里面不是有一个阴影的三 三型部分的面积吗 表示企业在业务当中 所参的一个市场占有率 占有率 好了 也就是说 比如 这个业务它属于什么 如果来我们这里来看的话 这个圈是比较大的 这属于产业规模的 但是呢 占比不太高 你看嘛 这点是我们的公司占比 好了 然后呢 那这个业务呢 产业规模比较大 我们占比还比较高 是吧 是不是 占比比较高 而这个业务呢 是吧 这个业务属于规模比较小 因为圈里面积比较小 我们占比也很低 你看嘛 就这么一丁丁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说它反映的是一个 产业规模和我们的占比 好 然后呢 具体在哪个位置 那就反映的是 产业吸引力和竞争地位 这样说吧 比如 我们 这一项业务 它属于什么 如果说某公司 有这样一项业务 它属于 这个业务呢 首先 产业规模较大 公司占比较小 产业吸引力呢 虽然说规模大 但是产业吸引力 只是中等水平 好了 企业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呢 还比较强 对不对 竞争力还比较强 好了 那有人说 你占比都还低 竞争力还强吗 要注意 我们这个通用举程 衡量竞争力啊 它不是只看一个占有率 对不对 它要看很多指标 知道吗 所以说你看这个业务 它占有率虽然不高 但是我还是可能强啊 对不对 因为你看 我们说了吗 占有率 是吧 我们这个竞争地位强不强 那不是只看占有率 我的这个买方增长率 差别化率 生产技术 生产能力 管理水平 通通考虑嘛 如果中和考虑 结果我们还是比较强 但是呢 占比还是比较小 而这个业务规模比较大 而业务本身呢 吸引力比较差 OK 这个是你会发现的 我们这个通用举程 对它的分析 是不是有更加的深入 更加的细化呢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战略选择中的运用 怎么运用 那么分析完了 这九种业务 是吧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 进行资源配置 好 大家看一下 左上方的三个方格的业务 应当采取增长与发展战略 其应当优先配置资源 这就是我们的战略选择 和资源配置 左上方哪些 我们来看一下吧 比如这里 左上方指的是 一 我们把这个叫一 是吧 说这三个业务 那就属于我们应该 重点发展的 因为他们都属于什么 至少是中以上的情况 也就是说 竞争地位或者细腻度 至少是中以上的 你看 一是高强 高加强是吧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一是什么 是高加中 第三那个一 但是强加中 这都算是比较好的业务 当然是比较好的业务 当然就要采取增长或者发展战略 好 然后呢 右下角的三个方格的业务呢 那就要采取停止 转移 撤退的战略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 右下角 右下角什么意思 好了 然后我们说这个按照前面的顺序就是二嘛 二 右下角的三个就指的是这三个 你看 这三个业务啊 他们最好的状况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中 对不对 你看 这个二 它属于竞争地位中 然后呢 产业性力低 这个呢 是双低 这个二呢 是竞争地位弱 但是呢 产业性力中 它最多就是一个中的水平 所以说这是比较差的业务 是吧 是比较差的业务 好 那么对于这类业务呢 当然叫停止转移 撤退 也就是说 左上方的这是最好的 右下方的是最差的 最差的 好 对角线上三个方格的业务呢 那就属于中等水平的是吧 属于中等水平的 那么这个对角线上三个方格的业务 那就应该采取维持有选择的发展 或者保护原有的发展规模 同时调整其发展方向 好了 你会发现 这个中等属于什么 里面 它还可能没有比较差的 或者至少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 你比如说 我们说的 这就是刚才讲的第三类业务嘛 堆角线上的 你看 这个三 好歹吗 产业吸引力比较强哦 这个三 好歹吗 竞争地位比较强哦 而这个三嘛 是吧 竞争地位跟产业吸引力 都属于中等水平嘛 所以说 这个属于那种 中等水平的业务 那么这些业务我们说了 怎么办 维持 如果他还能够赢利赚钱 维持 好了 如果还能够把竞争地位提高一下 我们可以选择发展 对不对 有选择的发展 好了 如果说能赚钱 我们既很难发展 那就保留原有的规模 好 同时呢 可以适当地考虑一下 调整一些战略方向 调整他的一个方向 好了 这个是战略选择当中的一个运用 就是通用矩阵 在里面的运用 但是我们说了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吧 整个通用矩阵 在我们考试当中 它并不属于参考内容 甚至在很长时间 我们前面讲到了 在很长时间 都没有涉及到相关考试 好了 通用矩阵的级级性呢 我们这里就不说了 好 大家来看一下 关于业务组合分析 我们说了 考试重点就是在 波斯顿举证 那么来看一下 它在以前的这个考核当中 主要是以客观 就是单选和逗选的方式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 单选题 海城公司 是一家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企业 那就说明业务组合分析 是有必要的 于2021年开展随产品养殖业务 目前市场占有率呢 位居行业第三 注意咯 市场占有率 行业第三 那意味着什么 那前面 还有最大的 No.1 还有这个 行业第二 那就意味着 它的这个相对 市场占有率 简称占 是吧 这个相对市场占有率 肯定是小于1.0的 对不对 然后呢 随产品养殖进入 高速增长阶段 好 这里虽然没说 大于1 10% 但是明确高速的是 高速增长 我们说10% 就是来的 判断高低的 这就高速率是高了 那高速率是高 就意味着 那是大于 是吧 就是那个增长率 对不对 相对市场增长率 市场增长率 是大于10%的 那你说 相对市场占有率 小于1 然后呢 增长率大于10% 那属于什么业务 这一看 根据这两点 就判断 它属于我们讲的 问题业务 啥问题呢 社群有问题 产业高增长 产业不错 你的占有率低 你这是有问题 好 接下来 根据波士顿矩阵原理 下列课想中 对海城公司水产品 养殖业务 表述正确的事 我们看一下了 A 该业务应当选拔 有规划能力 敢于冒险的人去负责 这讲的是 它的一个能力要求 没错 问题业务 就是需要这样的人 是吧 有规划 感冒险 可以拼 一拼 可能把问题业务 就拼成了明星业务 对不对 这就是正确的 好了 该业务应当由对生产技术和销售 两方面都很内行的基因子来负责 这指的是什么 这指的是明星业务 对不对 这指的是明星业务 然后呢 该业务为企业提供大量资金 以支持其他业务发展 这指的是 我们的现金流业务 对不对 该业务的基因者最好是市场营销型的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讲的现金流业务 所以说问题业务 针究选项A 对不对 针究选项A 好 再来看 单选题 新鹏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多样化的高科技企业 老强调多样化 那就是业务组合分析 是有必要性的 主要产品有电子测量仪器 医疗器械 数据网络传输和光伏发电设备 那么新鹏在数据传输设备的占有率呢 市场排名第五 这是数据传输方面 排名第五 今年来 国内数据网络传输产业增长率在10%以上 市场销量供不应求 产业不错吧 好 那你发现了 根据波士顿几政 新鹏公司数据网络传输一物 是应当采用哪种战略 好 大家看一下了 我们占有率排名第五说明什么 说明相对市场占有率小于1.0 增长率已经告诉你大于10%了 好了 那属于什么 这又属于我们增长率比较好 然后呢 自身的竞争地位比较低 那属于什么 这两点告诉我们 这依然是一个问题业务 就是我的这个数据网络传输业务 它是一个问题业务 而问题业务该怎么办 你说放弃吗 那不能说放弃 问题业务的关键是 采取选择性投资战略 如果说能够变成明星业务的 我们要去发展 对不对 要发展 如果说还能赚钱 没法变成明星业务的 你可以考虑收割 对不对 可以考虑收割 所以说我们这里不是采用放弃 放弃一般针对的是什么 主要是这个收购业务 还有就是无力可图的问题业务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也不什么讲的保持 那么短期的要给他们所需的优先给资源 那指的是明星业务 而我们这个不是明星业务 它是问题业务 对不对 所以说正确选项C 好了 接下来看一个多选题 那么凯阳公司拥有这个发电设备制造 新能源开发 电站建设和环保是部分业务 那么这些业务的市场增长率 依次为5.5% 预量增长率是依次为5.5% 然后呢 11% 5% 13% 相对市场占领率 依次为1.3 1.1 0.8 0.2 好 那么依然是依次了 那根据波斯顿矩阵的原理 上述四部分当中 可视情况 采取收割战略的 就是有可能采取收割战略的 有哪些呢 好了 这个业务 这个问题首先要判断的是 我四个业务的业务类型 首先 发电设备属于增长率低 5.5 小于10% 但是占有率高啊 好了 增长率低 占有率高 它属于什么 它属于我们的现金流业务 对不对 现金流业务 好 然后呢 那么这个新的源开发呢 它属于增长率 11% 那是高增长 相对四大占有率1.1 那就是强震低 竞争地位 那就是高增长 强竞争地位 它属于什么 变形的明星业务 是吧 明星业务 好 然后呢 那么这个 电站建设呢 它是增长率5%低增长 然后 0.8 那属于什么 弱竞争地位 增长低 竞争地位低 那属于双低 那就是我们讲的 收购业务 对不对 收购业务 环保呢 环保是增长率比较高 然后自身的占有率比较 相对四大占有率比较低 那属于什么 问题业务 对不对 问题业务 好了 那么搞清楚过后 哪些可视情况采取收割 首先 明星业务绝对不能收割 对不对 所以说 新能源开发是不能收购的 而我们的 发电设备 电站 是吧 还有这个环保业务 都可能采取收购的方式 发电设备 环保 电站 因为现金流业务 收购业务 问题业务 都可能采取收购的方式 好 因此 正确选项 A B D 好 再来看一个单选题 实现 多元化经营的 孟大公司 在加装行业 有很强的竞争力 市场占有率呢 50%以上 好了 你想想啊 市场占有率50%以上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绝对是行业第一啊 对不对 50以上了嘛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它的相对市场占有率 一定是大于1.0的 对不对 然后 今年来加装市场进入 低速增长阶段 没告诉你百分之多少 但是告诉你是低增长 好 那么 占有率 大于1.0 说明它是强竞争地位 然后呢 增长的比较低 说明我们这个业务属于什么 这个 加装业务 对于我们孟大来说 它就属于现金流业务 对不对 现金流业务 增长比较低 占有率比较高 那么 根据波士顿几正原理 下列个项中 对孟大公司 加装业务 表述正确的 好 A 该业务应该采取放弃战略 将剩余资源向其他业务转移 我们说了 这个不是的 放弃战略主要针对什么 A 收购业务 还有什么 无利可图的问题业务 好 B 该业务应该由生产技术和销售 两方面都很内行的 基因者负责 这个也不对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生产技术 要求都很高 那一定是明星业务 是不是 C 该业务的基因者最好是市场营销型的 这个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低增长嘛 我们占有率高嘛 我们就要通过营销来稳定我们的占有率 甚至提高我们的占有率 对不对 好了 这是C D 该业务需要增加投资 以加强我们的竞争地位 那么我们说这个也是不对的 好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正确选项是C 正确选项是C 再来再看一下 天造公司经营造船港口建设 海运相关智能设备制造四个业务 那么 这些业务的市场增长率分别为 7.5 9% 10.5 18% 相对市场占有率呢 1.2 0.3 1.1 0.6 那么 这个分别为 也是依次为的意思 然后呢 四个业务当中适合采用 智囊团 或者项目组等管理组织的事 大家注意啊 首先 采用智囊团或者项目组等 组织的管理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 问题业务 对不对 有问题吗 那叫智囊团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对不对 通过项目组来拼 是吧 争取变成行业的第一 好了 这里面首先就要看哪些是问题业务呢 我们来看一下 港口 增长率7.5 是吧 相对市场占有率1.2 那属于什么 那属于鞋眼睛流业务 造船呢 是吧 好了 因为它是低增长 高占有率 就是强竞争地位 港口建设呢 也是低增长 9% 然后呢 0.3的占有率 这属于什么 收购业务 对不对 属于收购业务 好 海运呢 那个是增长率高 10.5 高增长 然后呢 我们这个相对市场占有率是1.1 那是双高 那属于我们讲的明星业务 对不对 那么相关资能设备制造 是增长率很高 18 但是相对市场占有率低 0.6 那属于什么 这属于问题业务 好了 现在清楚了 哪个业务应该采取 智囊团项目组的组织管理方式呢 那就是我们的相关智能设备制造业务 那因为它属于问题业务 其他的不对 单选题 真正选项 D